我的独生 很怀疑 珍惜每个钟声 每一份爱 每一天 世界万物永恒 一切无常能预留 世界无不散的夜行 终有一天会离去 人生多变化 一切无常在 拥有的一切 将会在你 心意开发的重要性 尊者阿加曼法语精选 一 念主的基础 身 手 心 法 是守护修行人和除灭烦恼最佳的主题 二 根据一位阿罗汉指示 在身体上和心智上 都要予以善加守护 念主必须安置在选定的主题上 或是身体的一部分 或任何疑运 不要被分心 而变得有意不定 三 每动作都要以念主为前导 举止 举止 没有念主或自制 就像是掌养罪恶和烦恼的我徒 被生死轮回所缠混 世上至高无上的就是心意 一颗认识自行的心 一颗认识自行的心 就是已经认识法的心 一颗到达自行的心 就是已经到达涅潭的心 五 牺牲所有认为属于自己的一切 包括这个身体和心意 但万物舍弃了法意 也就是当时正在内观的或休息的 六 就是这个内在平稳的安住正法的休息 不屈从外面的影响 将引导修行人 达成其最后目标的实现 七 在重要的时刻 让正法坚定的固着于心意 因为正法存在的地方 就不会让心意迷失于外境 然后就会产生意志力和必然的安稳 八 从自明得意和自暴自其之中 不能获得实质的发展 一个修行人 一个修行人 必须在每一方面培养生也安住决心 死也安住决心的形态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他的进步 九 心里越是抓紧选定法意的主题 越是关键性的时刻 攻击者 攻击者将从这样的心意中撤退 不管是老虎 蛇或大象 修行者 甚至能够向他直走而去 他的心充满慈爱和正法 动物们能感受得到 十 当法意在心里展开的时候 第一 才能认识什么才是真吧 这要看法意开展的程度或深度而定 第一 如果两者完全一致 他们之间就再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十一 在完全一致的水准下 可以这么说 心即是法 法即是心 现在 没有矛盾存在了 因为烦恼 被熟去了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 十二 无论要发生什么 就让他发生 因为 那是他的自然过程 所有生者 必当死亡 正确的方法 是要勇敢和果决 是要勇敢和果决 不要忧虑死亡 十三 时候未到 死亡 死亡是不能来临的 取代对死亡的预期和想象的 将是意想不到的意志和勇气 十四 关于烦恼 一 任何有烦恼和忧虑的地方 修行人 会被劝往那个地方 任何 没有烦恼和忧虑的地方 也会让修行人 离开那个地方 二 虚浮于烦恼的低深驱策 是自我放逸 从中不能获得任何利益 只会造成精神上的能量下降 三 一个没有任何压迫的地方 就无助于开发心意 而一个修行人 必须要经常留意 潜藏着危机的地方 最后往往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在这种地方 心意不敢自离于念住 这就是精进的途径 四 每当精进的意愿加强时 群居的意愿会同步的减弱 而希望隐居 离群所居的修行 十五 关于心意开发 一 心意开发 去训练 去训练心意 去接受理性和正法的指挥的 去认识如何适当地处理他自己和其他情况 然后防止心意失控而奔驰 所以 一颗未经训练的心 才会冷静下来 并能予以控制 二 心意开发 那就是依据法则 正当的因果法则 去控制自己的能力 在遵守这样的一个法则时 不允许偏见 或个人的喜恶 掺杂在一个人的判断之中 三 三 心意开发 不过是心意观察而已 它是透过念诸的建立 来观察突发和飞驰而过的心意活动 四 当心意能够被刻意精进地安住在一个主题上 而这主题本身 不会对未开发的心意产生有害的作用时 结果 就会产生一种喜乐和宁静 五 当喜乐的宁静程度 足以进化心意时 就不再需要建立以前的主题了 因为心意现在能够独立地保持它自己 并进入内在的宁静安居处 适合 二 三 四 四 五 三 三 三 四 三 四 三 五 五 6.当心意必产生平静俗态 伴随着这个蚕丝程度的宁静喜乐 仍然是只跟在有的姻缘流程之中 在流程的结果深之中 7.因此各种程度的蚕丝都要与智慧结合才是合理的 对于高级蚕丝更是如此 其中智慧必须予以有臂力强化 以防止自我迷惑 16.佛陀曾经说过 任何人见到了法就见到了我 任何人见到了我就见到了法 17.心意是一个微妙的东西 尊者阿加曼常说 即使一个微妙的干扰 也会成为他进步的障碍 18.所有的障碍都必须独自勇敢地面对 除了从经典上学到对峙的方法 不能指望有其他的解禁 19.正法和烦恼是彼此相反的 一个遵从正法的人必须对抗烦恼 不会自我屈服 然而服从烦恼的人 必然会违背正法 认为正法是令人苦恼的 剥夺他的乐趣 20.尊者阿加曼的指示 总是要求绝对的自我牺牲和勇气 因此 接受他训练的比丘 如果他们会死亡 他们愿意尽最大的精进而死 如果他们活着 他们至少挣得了少许程度的内淫和解脱 而得到威解 他们将不必感受世间诸有无尽的生死痛苦了 21.一个对法漫不经心的人 是绝不能蒙受法医的 他只能耍嘴皮子 而他对法的休息 则是须有其表 22.一个人的心意之外 也无法 法的休息 必须直接向着心意的开发和进化 法的道路就是心意开发的道路 认为法在一个人的身心之外 就是误解了 法的真实性和根本性 23.因为这个事实 一个人的身心就是法的本身 他的善恶行为 在法上产生了效应 所以感受着他的苦乐 24.借着心意 各种业行才得以执行 由于心意 他们的果报才得以积聚 这是自证无疑的真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五 心意 他感受着业果的哄乐 他产生得失 在喜乐和悲惨境界中 轮回生死 因此 他是最重要的 所以 一个人在现在和未来 都要用正确的方法去对待 训练和守护他自己的心意 二六 夜行 是在自己的身羽衣三叶中 行善和行恶 就是自己不断地造作因 并感受着他们的果报 这个真理是明白的 而且可以自证的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 2 2 2 3 4 5 5 6 6 7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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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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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